好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21日周五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咱们分享 那么又到了我们最后一个交易日 那么昨天的时候在视频中给大家提到的一些机会 那么昨天大家应该是有布局的朋友都应该是赚嗨了 那么这周整体的行情在前半段确实是有操作难度的 但是我们周四周五一定是打翻身仗的一个机会 昨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会 那么黄金的我们在视频中所预期的 无脑去做多的这个行情 跟大家强调了很多次 这里就是一个什么呢 破位之前震荡区间的一个大阳线 那么这个后面的行情如果没有违反 没有违反还在往上去走这种弱的 一根一根的这种调整的可以显现 其实就预示着这个行情就是一个减速 后面还有可能再继续加速 那么这种行情其实是一个什么呢 是要往透了做的行情 什么叫往透了做的呢 就这个行情你无脑去多进去 它再拉起来的时候 你是要不断的去加仓的 这种行情你把它做透了 你比如说你光一个订单你做200个点 你做透的话 你可以做很多个点 那么这一波你周一周二周三的不顺 全部都回来了 这个行情其实就是确认度非常高的一个加速行情 加速行情永远是我们加仓最好的一个行情段 行情的状态 这个大家可以记住 加速行情永远是加仓最舒服的一个行情状态 那么这周的一个节奏 那么前半段可能这个盘面来回的洗牌 到现在为止可能一些货币还是没有非常的清晰 但是呢 已经有很多的品种能够让我们现在可以去入手了 尽管可能昨天的日系还是有一点极端 但这种情况其实我们拒绝不了 我们避免不了 对吧 我们无法控制 对吧 那我们控制的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极端 对吧 那么当极端不来的时候 当黄金这种行情来的时候 我们怎么把它抓住 并且把它抓透了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做到的 如果说你觉得 我觉得我做这个 我就是一根筋 那我觉得一根筋在这个市场上 其实是很难去存活的 很难去存活的 OK 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 这个行情还是节奏不错 那么昨天也整个帮大家过了一遍 那今天大概的跟大家去提一下 像欧元的行情的话 目前这个走势 日线级别一样是跌势很清晰 很清晰 那么周线级别有这么一个大的这么一个通道 其实离的还有点远 我们不要去想这个通道的下沿 那么日线级别我们就按照 就是纯粹的下跌趋势来看就可以了 现在没有任何的一种强反弹的这种迹象 对吧 那就还是下跌趋势 那这种下跌趋势很简单 局部看一下 这里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小的局部的一个结束 那么日内的话 如果说能够来到这 对吧 大家看一下 日内如果是能够来到这 那么我们就是一个打点 做空的这么一个机会 现在的这个顺势行情中的打点怎么做呢 顺势打不要逆势做 就算是在顺势过程中的震荡 你也是顺势去空就可以了 这个我昨天在视频中就给大家强调过 今天再说一遍 顺着打顺着去做震荡 重当空也好 或者顺着去做通道的空也好 那么这种行情一般错不了 因棒那么节奏其实还是 我正回档其实不是特别推荐的 因为这个行情说实在的 没有在这个位置给到一个 直接强上来的这种阳线的话 这个位置基本上基本上没什么效果 这个可以去忽略这个位置的一个支撑了 可以忽略了 那么行情整体还是下跌的 接电话目前这里有个小反弹 日内肯定是找一个空点的 还去找空点 那么这个空点呢 目前可能在这 这个行情只有状态 但是没有权重 不像欧元这么好看 不像欧元这么好看 所以英镑我只是大概去这样去猜 那么这样去猜 但是并不是特别好看 大概的位置应该就是在这 欧元这个来了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会 美瑞还是一个走 粉底座多的一个思路 这个就没什么毛病 但也没什么特别好的进场位 欧元纽元 这几个品种 其实都是在连续性的一个下跌 现在下跌的非常猛 没有给到任何 就是说去去去去继续进一步去做空的这么一个点位 所以我们就只能看着 美加啊 我觉得日内啊 是我重点推荐的一个品种 家元啊 昨天在这里 是形成了一个减速下跌的状态 那么这里我之前跟大家讲 我说哎 我个人的想法是粉底多 但是我觉得多点不太好 近不太好找 昨天趴上来了 那么走到通道上沿这个位置 哎 又下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给到了什么 给到了一个非常强的逆动能 在这形成了一个微反 其实这个时候呢 最有可能会出现是什么的 二段式的一个行情 二段式的行情有可能由此而诞生了 所以日内我觉得啊 我觉得在这个区域 大家可以啊 大家可以去做多啊 去去去间性的做多 止损放在这个刺头的下方啊 然后日内我觉得这个二段式走上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啊 今天日内去走这么一段可能性比较大 那么白天啊 可能还要在这去走几根调整K啊 这调整K其实就是我们上车的机会 我觉得每家在这一段 去走出这么一段行情 我觉得概率是比较大的啊 就是破位浪啊 或者说二段式 这种行情的概率比较大 那么这个上来之后 到前高啊 就是咱们的一个目标位 那么这个区域就是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震荡区域 这是我今天日内 给大家推荐的一个比较不错的机会 而这个机会其实是一个相对右侧的机会 它跟我们平时的交易 思路是有点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是已经是一个确定的行情了 你确定行情了 这次很清楚 这个位置如果破了 那就不是这个思路了 不是这个思路了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每家还有欧元 这两个就不错 其他的就比较一般了 那么每日不说了 那么黄金也不讲了 那么像黄金这样的走势 肯定是继续看涨 但是现在没法进 每日的这个走势 那日内我们还得继续观察 像昨天比较强的话 今天日内 我们不求说它能有一个什么下跌 那么可能它在这一代走一个调整 这个调整幅度 我们还得去进一步观察 进一步去观察 这种行情其实确实比较强 也可以去讲 可能去讲 这个位置可能还真的有点压不住 但是要调整一下之后 后面可能还会进一步去上 所以日系现在这个走势 我个人今天日内 是先去看一个震荡的走势的 原油也是今天的一个重点 原油这个走势在 昨天的时候 视频中跟大家提到什么 这里是一个能量分割线 这个行情从之前这段减速上来之后 它走的力度 其实是比较缓的 比较缓的 所以在这个能量分割线这个位置 我是看有一个压力的 当然如果说直接冲破 那就真的很好 但没冲破这个位置 其实还是 我觉得后续还是会走一个 偏震荡的一个走势 那么现在 力度能给出来了 对吧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刺头 那么面对这个刺头呢 在一小级别上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今天的思路是什么 很明显 那就是分高空 但这个分高空怎么空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行情 现在是还是上涨 对吧 它只是一个上档中的一个调整 逆度能现在是小的一个 看上去是一个逆度能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日内 我们是要等它能够走到高点的时候 我们才去空 至少去做它的一个箱体 或者说是一个正会导的空 这个是比较比较好的 比较不错的 那么日内上这种行情出现的话 也会有一个多点 但这个多点目前没有出现明确的信号 但是有这样一个预期会存在 那么这个多点看会在哪里 如果说这个行情下到这 那么这个多点有可能会在这 如果说在这直接上来了 往上去走 那么可能是多点在这 但日内 坟高空 这个是一个主要思路 主要思路 大家可以去把握一下 去把握一下 那么直盘品种里面 欧元 美加 原油 这几个就是日内 大家可以把握到的一些节奏 大家可以重点去把握一下 那么昨天提到这个加日 有持有的朋友 我觉得可以继续持有 今天呢 就有这个行情 因为有加元的一个帮助 日元只要就说是 它不会有太大的拉伸 那么这个行情走一哆嗦 问题应该不是特别大 当然呢 可能昨天啊 有些朋友可能止损放的 有点 就是刚刚好被摸到了 那么这个行情啊 如果被摸到的话 今天如果说再有机会 再稍微再给上来点 也可以进场 如果说不想就是说 做这种就是级别稍微大一点的行情 也可以不做 那么去日内去打点 也可以 那么这周呢 大家平平稳稳的去 去把这个节奏踩好 那么下周有爆炸的行情 就像黄金这样的行情 我觉得给大家多推荐几个 大家就无脑的去 回回血 无脑的去赚点钱 我觉得这个阶段中啊 就是这样的 这个行情呢 越走啊 它就越清晰 从这种震荡洗牌的过程中 越走就越清晰啊 那么欧日 昨天跟大家提到了一个 就是什么呢 提到了一个行情就是 这个行情 有点像什么 之前我们说的 这个纽约的 这一段行情 对不对 跟大家做了个举例 那这个行情 我当时说啊 欧日这个行情 从这儿直接上去的 概率不大 对吧 但事实证明 其实确实也没上去 对吧 因为这个位置 只是一个刺头啊 这个只是一个刺头 如果说被打掉之神 那去确实有点冤 这个之神还没有放好 啊 因为这就是20多个点 运气有点差 这个行情 你要说今天 还会不会上涨的 我觉得不会啊 这个行情 我觉得今天会不会 直接跳水的 也不会 这个行情 我觉得会在这个区域 会走一个 大概率的一个震荡 大概率的一个震荡 那日内这个震荡走势 我觉得还是选择 选择高空 逢低多的这样一个思路 这个多点呢 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大概率区域 大概就还是在这个区域之内 去走一个震荡 概率会比较大 那么 如果说啊 已经持有 还持有困难的 可以继续拿着 如果没有持有的话 那么 我们选择 其他的这种 就是边缘化的一个进场方式 再去进场 现在在中间啊 那在这我要提一点 就是昨天跟大家讲了一个 就是这个跟纽币的区别 这个跟纽币的有相同之处 那么今天其实我想提一下 它的区别 纽圆呢 在昨天这个位置上 之前这个位置上 它其实是一个 连续一直的一个下跌 那这种连续一直的这个下跌 这一笔 对于这一整段下跌来讲 它其实只是其中的一个 非常小级别的一个反弹 非常小级别 它俩级别之间 其实就是趋势 还是在一个下跌过程中的 所以这个位置 这一段反弹 对于下跌来讲 它是一个什么 逆动的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就是可能 比较比较弱小的一段 小级别的一个反弹走势而已 它将会形成的 其实只能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它带动的时候 带动的其实是一个震荡的行情 震荡行情才能带动的是一个反转行情 而这个美日的这个 欧日的这个节奏不一样 大家看 它本身是什么呢 本身月线级别 我们就是预期的 就是超级内回打 对不对 这一段是我们有一个预期的多 然后周线级别 这里其实是下跌 下跌其实之前 早都已经被反转掉了 早都已经被反转掉 那么现在其实是一个破坏浪的一个状态 破坏浪的一个状态 那么日线级别上局部这一段 这是一波内波反弹 那这波反弹上来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一笔是一个调整段 调整段 那么现在这一笔上来的话 其实它跟之前 纽币这一整个的一个下跌 它思路是结构状态是不一样的 虽然说局部的这个结构是有相似的 所以昨天我也是没有跟大家去提 说到这个点 直接跟大家去讲 这个这个这个 就这种走势的这种可能性了 模型了 但这个模型它处在了一个结构 会影响它的一个权重 这个其实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我还是很客观的 很公正的跟大家去把这个话题提出来 更多的内容 今天晚上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 好吧 那么祝大家今天交易顺利 未经许还有观众